美食台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納米 烹飪老師 現在天寒地凍 吃點白蘿蔔特別好 我就很喜歡吃我們上海弄堂口小攤上買的蘿蔔絲油燈子 又香又鮮又脆 好吃 米豆表達好哦 洗淨去皮的蘿蔔桃層絲 加一點鹽醃十分鐘後 把水分擠乾 內餡我還習慣加點切碎的旗菜 也可以換成蔥花 蝦皮 像在杭州還有加多多菜了 加點鹽拌勻 接著 將麵粉 泡打粉 水 攪拌均勻成麵糊 就是油燈子的外殼 炸油燈子要準備這樣一隻鐵的圓勺子 上寬下窄 像個石燈子一樣 這也是油燈子名字的由來 把勺子放在燒熱的油鍋裡加熱一下 這樣就不擔心麵糊黏黏了 拿出來粒粒油 倒入三分之一的麵糊 搖晃一下 躺均勻 中心鋪上蘿蔔絲 最後沿模具 鋪滿麵糊 這一步很關鍵 既要包住蘿蔔絲防止露在外面的部分炸糊 又不能鋪得太滿 影響了口感 鐵勺浸在油裡 看到表面接渴了 就可以倒過來脫模 繼續炸到上下變得金黃 酥香爽口的油燈子就做好了 我們下一個更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